请输入乘7 乘7之后的话,如果A假如说是大于等于80的话 OK,然后这样printA,应该没问题 然后再来的话,else就是说如果是70分到80分之间的话 那当然你可以写成我们刚刚的写法 另外你也可以写成这种写法 两个方法也可以都尝试看看 看哪一种写法你比较习惯 那如果你不习惯这个写法的话 你可以把它改一下 改的方法的话,我希望是这一行就不删掉 前面加一个紧字号 然后拿这个来改 刚好同学问说为什么需要这样 因为其实有时候程式是可以把它删掉没有问题 可是有的时候你要比较的话 那如果你把它删掉,你下一次那一行程式不见的话 你就无从比较起了 所以有的习惯是什么 可能会有第一种写法 跟第二种写法,我比较看看 哪一种写法对我来说,对程式来说是比较OK 那你就把好的保留下来 因为我的时候,程式写法很多种 那你需要做一个比较看看 像我们常常我写完程式,我可能会想想看有没有别的写法 有没有写法一,写法二,写法三 那很多种写法我找 就是把这几种写法 挑一个我觉得最合适的写法 那当然我的习惯是什么 第一个,程式逻辑越简单越好 不要没事写那边一堆程式 然后第二个的话 越直觉越好 你可以多出来几种方法 那这个像如果 这个是我们刚刚讲的 比较精简的写法 那如果说你要把它改回来的话 那当然写的方法就是什么 就是你可以什么 第一个逻辑是什么 A怎么样 必须是什么 它大于等于70 而且的话呢 and 把and写在中间 A怎么样 大于 再小于什么 小于等于 小于80 这种写法 或者是什么 小于等于79 OK 这也OK 所以哦 这种两个写法 你可以自己挑一种写法来写 那最后的话一样 这是B 反之就C 在最后 除此之外的话 就拿D 把它执行一下 那应该OK 成绩的话有64分 那应该会跳到哪里 跳到C and 看一下 没问题 那如果我说呢 你想怎么样 把这个程式逻辑 换到VBA里面的话 那要怎么改写 顺便学一下 如果 这会写的话 你可以两个环境都OK的话 那我刚提过哦 如果你要再写 在VBA里面的话 不需要再重新再按右键 插入一个新的模组 OK 你直接怎么样 可以把它直接写在这个程式的下方 写的方法的话一样 这个 应该可以看得懂 其实大致上跟上面的写法也是雷同的 不过有可能同学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 再重新插入一个新的模组 把这一段写在一个新的模组里面 当然可以啊 只是说 一般是这样 你不需要加太多的模组 否则的话以后你程式 每个模组都要打开来看一下 到底程式放哪里 最后都找不到了 OK 所以一般习惯是把它写在单一个模组 除非那个模组已经写很多了 写不下了 或者你想分类的话 那你可以再插入另外一个模组 把它分开来 是OK的 那写的方法一样 开头一样是写一个sub 然后成绩 然后呢一样呢 input box 请输入成绩 那逻辑部分的话一样 这跟上面是差不多 不过请各位特别特别注意 刚刚的那种写法 就是说呢 在python里面是可以用精简的写法 你要不要把a放中间 但是在vba里面呢 它不支援这样的叙述方法 所以刚刚那个写法 在python是可以walk 在java 在c 都可以 但是在vba里面 就 不能walk ok 所以 我是比较建议 像 最好是学一种 然后呢通通可以通行 的话 那就比较不会犯错 ok 所以写这个方法 我觉得可能会 比将来会 延续性会比较高一些些 所以这个跟各位稍微说明一下 那底下的话一样 最直行 你都一样 这边输入64 enter 一样 跳c 可以 那只是说vba 它另外一个优点 就是说呢 它除了可以用input box 得到资料 metric box 输出资料之外 它其实呢 可以把那个input box 跟metric box 改成什么 直接从那个什么 excel里面的储存格 sales 或者是工作表 或者是列蓝 等等 在这里面呢 去读入资料 可以把这个资料呢 输出到这边 也就是你可以直接 跟excel做互动 那只要用一个物件就可以了 最简单用range range这个物件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把成绩输入到这里 A1好了 然后把结果输出到B1好了 诶 那如果我要做修改的话 那很简单 你只要怎么样 诶 请输入成绩 我先输入到A1 比如说把64输入到这里 然后呢 我希望把结果输出到B1 那你就可以把什么 诶 这个input box 这个不用了 这个地方 这个 你就直接把它改成叫range range 刮弧 里面给它一个字串 哪一个字串 哪一个储存格 的位置 range刮弧 A1 意思说 你帮我去找一下 A1里面的资料哦 然后呢 找到之后的话呢 帮我先放到A里面去 那他就把这个资料 带过来 放在A里面 OK 然后比较一下 输出的话呢 那Meshbox 就把它输出到B1 这个干脆用 取代的好了 用那个Ctrl加H CtrlH 或者你用编辑里面取代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叫range 然后呢 哪一个输出到哪里嘛 可以输入也可以输出 输出到B1 OK 把它取代一下 不要全部取代 慢慢取代这几个 有没有 这一个 好像有四个吧 取代一个 不对 那后面东西 没关系 我先取代掉 好 那取代完之后 后面会错啊 错的部分就是说 你要把什么资料放进去哦 Meshbox是刮弧 里面也给他一个资料 但是在range的话 是中间加个等号 等于什么呢 等于那个东西 OK 就是把后面的资料呢 帮我把它 带到前面的那个储存格里面去 所以这边的话就变成什么 等于 那一个字串 OK 好 那程式就写完了 等于把那个资料带过来而已 OK 所以你会发现 好 那比如说呢 我们walk的话 就是先把那个什么 A1里面填入64 然后我在执行这个程式 执行完成之后 他就自动把这个64的资料带到A1 判断完之后 再把 欸不对 应该这个应该是二才一个 再 啊 一样 再把这个结果啊 丢到哪里呢 丢到B1里面去 这应该没写错 OK 我们试一下哦 好 执行 弄一下 有没有发现哦 有没有发现这个B1里面呢 就会显示C哦 哦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哦 那也就是说哦 在VBA里面的优点啊 就是说啊 当然你除了说可以用类似Input Box Mate Box 去存取之外哦 其实呢 也可以透过什么 透过这个Range 拿一个储存格 哦 那个这个资料呢 带到这里来 然后判断完之后 把这个结果呢 输出到你要输出的位置 好 当然未来 未来其实可以再做更复杂 细节部分 请各位 也许自己再试试看好 那后面呢 再还给各位 后面切一下